中美两国在科技竞争和这个中国的科技的自主自立的政策方面 那么美国方面呢正在不断的动手 我们中国方面呢也在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说美国考虑制裁中国的科技公司 那么限制中国半途里的能力 从过去的CPU以华为的芯片 主要是手机的麒麟系列的芯片 那么不允许台积电代工生产 那么制裁中国的本土的芯片代工工厂 以中芯国际为代表 那么这个过去呢瞄准的是CPU领域 那么在2023年呢 美国的唯独中国的芯片政策 主要瞄准的是中国的GPU领域 有的朋友呢未必能够理解 我等会一句话就跟大家解释清楚 那么GPU领域呢 我们看到的主要瞄准的对象是 禁止英伟达公司向中国销售它的GPU产品 那么而且推出了两轮的禁令 禁止AMD降低规格版本的AI智能芯片 来出售给中国相关的公司 那么这个瞄准的是中国GPU产业的发展 核心最根本的诉求是 把中国的AI产业遏制在摇篮之中 这个瞄准的是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 前面瞄准的是中国的CPU领域 主要是消费电子领域 还有高性能计算这个领域 而GPU领域瞄准的是中国的人工智能 而最新的情况 美国正在考虑瞄准中国的强新存储 这个呢是瞄准中国的存储芯片存储领域 或叫做存储芯片领域 大家知道这三个呢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虽然一些外行讲芯片会讲到大国博弈啊 这个谈比较多大而华之的东西 但是呢我们要区分 它所采取的动作呢是每一年的重点都不一样的啊 每一年的重点不一样 那么最新的情况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那么目前正在考虑把中国的常新存储 列入限制获得美国技术的实体清单当中 这是最近的最新的美国彭博社的一则报道当中所谈及的 那么常新存储呢是什么样的公司呢 它是中国大陆这个一家科技实力非常强劲的啊 这个存储芯片的企业 那么存储芯片呢在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计算机的一些产品当中 智能手机当中还有智能汽车当中呢都会这个都是需要的啊 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讲白了一点就是把数据给存起来 那把数据给存起来啊 那么呃那主要的竞争对手呢 有美国的美光科技 还有韩国的三星电子 还有呢 ISK海力士啊 这个大家如果对芯片行业有所了解呢 这个我想呃并不陌生 那么美光科技呢过去在2023年的时候 中国当时有一则消息说美光科技公司的产品呢 对中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因此呢在重大的国内的高科技通信基础设施方面 禁止美光科技产品在中国的使用 这一下子可了不得 对美光科技公司在中国接近30%左右的规模呢 会造成直接的冲击 所以我们看到美光科技的CEO赶紧跑到中国 来拜访中国商务部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 要求啊不是要求是决定 马上呢这个拍板说要在中国的西安 要投资数十亿人民币 要扩展在中国的业务版图 增加在中国芯片产业的投资 而且关键的是呢 看好中国未来芯片产业的发展 这是美国美光科技的动作 同时美光科技呢 就参加了上海进博会的展览 要知道过去好几届美光公司呢 都没有参加过 另外一方面呢 美光科技公司撤销了与福建进华相关的存储芯片领域 知识产权的纠纷 那么最新的情况是 美国的法院呢 也判定福建进华并没有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 那么为什么美光科技公司在中美科技博弈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它处在这样一种看似相对被动的领域 而且还可以加大投资几十亿元人民币在西安设立工厂呢 原因也非常简单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美光科技公司过去长年在美国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和它的游说能力 这就好比英特尔公司跑到中国的深圳设立先进芯片研究中心 结果美国人全部闭嘴 可是美国的国会却要求三星和台积电不可以在中国大陆扩大它的产能 或是新建新的生产线 这就是亲儿子和这个外面的企业它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毕竟这些公司需要中国的市场 而另外一方面呢 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呢 它好像可以为所欲为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美光科技公司呀 它的产品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长新存储一样的存储芯片产品 换言之可高度替代 你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啊 或者说即便你有核心技术 那么中国大陆呢 也有这个核心技术 I don't care 无所谓 对吧 你爱卖不卖 这就是当下的一个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所以呢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的 在存储芯片领域呢 它和GPU领域 美国诉求控制英伟达 限制中国AI的发展呢 是不一样的 在存储芯片方面呢 咱们已经掌握了很多的核心的技术 基本上很难被围堵得住 就像中国的电动汽车 智能汽车一样啊 即便是拜登 即便是雷蒙多上船下跳 也是无几可视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一次的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最新的一些举动呢 它当然还是希望能够照搬过去的做法 也就是呢 来加紧利用商务部的实体清单 阻止中国公司获得美国的技术 除非呢 获得许可等等 但是还是前面的那个逻辑 对吧 如果说你自己的这个技术本身 已经这个中国方面不缺这个技术的话 那你其实想要来围堵的话 基本上也围堵不住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拜登政府目前的做法呢 就是在强化这个荷兰 德国 包括像日本等等呢 这个传统上美国所认为的盟国呢 来进一步收紧对中国半导体的限制措施 来遏制中国的这个产业发展 但是呢 这件事情本身 我们看到很清楚 最新的情况就是 荷兰方面呢 已经很不爽了 荷兰的一个经济 这个经济和贸易的部长呢 最新的说法就是 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施压呢 荷兰方面会对美国说不 因为很多东西已经 这个越来越越来越超过边界 那么这些国家和相关的产业呢 已经越来越觉得 美国的做法过于过分 那么荷兰的阿斯美亚的公司 最近呢 也有一个新的举动 就是如果继续受制于美国的这种政策呢 不合理的政策呢 荷兰会把阿斯美亚公司会搬走 离开荷兰 去这个法国 而法国方面呢 他就有这个实力 来和美国说不 这是当下的一个基本的格局 好 我们来看下一页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说到芯片的自主化呢 当然我们要说到 中国的这个5G手机 在2023年的自主化 对吧 这个呢 5G手机的自主化呢 它突破的是两个 两个重点啊 我一说就 我一说呢 就要说重点啊 不啰嗦 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呢 废话 5G手机 当然就是5G的突破 过去美国被 这个 华为被美国制裁的时候啊 它是做不出来 5G手机的 所以只能向高通公司 采供4G芯片 所以过去的疫情期间 这几年啊 华为很可怜啊 它的芯片呢 这个没有办法支持5G 所以作为全世界 5G技术最强大的公司 竟然它的手机 没有5G功能啊 你说尴不尴尬啊 这个是一个突破了5G 第二个呢 就是呢 它实现了CPU的 算力的突破啊 CPU算力突破 也就达到了7纳米的制程 而今年呢 能够实现5纳米的制程 这个是去年的情况 而今年的情况呢 随着雷门多呀等等 他们这些推出更多的政策呢 2024年呢 最大的看点呢 就是中国的在CPU领域的制程方面 是不是5纳米很快能够落地 以及基于5纳米的 这个芯片制造技术 中国能不能够在本土的GPU领域 去的突破啊 明白我的意思吗 去年突破的是CPU7纳米 和5G的这个手机的功能 那本土制造完成了 那么今年能不能实现的是 5纳米的突破 和GPU的森腾920系列产品的突破 即搞定美国在AI算力芯片的围堵 我们只谈芯片太大了 太大了 我们要看细节 前面讲的汽车芯片 这里谈到的是去年的5G通信芯片 和它的7纳米的制程的芯片 而今年的重点就是 5纳米制程的芯片 和GPU算力AI的这个芯片 这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不同东西 那么目前呢 受制于这个美国方面的这些围堵的政策呢 那么中国方面核心的企业有这么几家 中芯国际 上海微电子 那么能不能够搞得定 能不能搞得定 而同样的我们前面讲的是 长新存储 是中国的一家核心的 核心的这个 这个存储芯片的企业 其实呢 中国还有另外一家 也是存储芯片领域的企业 做的也非常出色的 它的名字叫做长江存储 长江存储呢 在2022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被列入到美国的实体清单当中 这一点呢 看得很清楚 而前面呢 我们讲的都是美国方面的动作 对吧 一会给你这样了 一会给你那样了 然后咱们这边呢 是被动应战 或者说呢 你出招我接招 那我把你给打回去 这是过去的做法 而现在的做法呢 很清楚的 那么中国方面呢 也采取了一些自主化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看到画面当中呢 很简单的 那么目前呢 中国已经要求了啊 中国政府已经要求 在金融能源等重要的领域 那么从政府到国有企业带头 要在2027年之前呢 要完全替换啊 国外的软件 这里虽然没有特别指出 到底是哪一家国外的软件公司 但是大家想想看 在金融能源的电力等核心的 这些大的企业当中 使用最多的 无非就是 对吧 美国的 即X8L平台的服务器 基于Oracle的啊 这个数据库 存储数据 这个数据不是我们手机里面 放几张照片 对吧 大家想想看 这个都是中国十几亿人口的 金融数据 电费 用了多少电费的电力数据啊 这个中国的啊 你比如说这个能源领域的各种数据 这个数据都是极其重要 极其庞大的海量数据 所以有的朋友我看到这个也有一些人说 为什么要等到阿里亚七年 今年下个月赶紧全部换掉 其实有的事情真的都是从量变到质变啊 我们做事情要稳加稳打 一不一个脚印啊 从有银行开始 从有计算机开始 中国到目前为止 我想至少有几十年了吧 我说有五十年至少了 对不对 这这么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中国有这么多人口 他们的金融的数据每一笔取款 存款利息 他们的电力的数据 这个比如说这个你用了多少电费啊 用了多少水 这些核心的数据量是非常的大的 关键问题是你不能搞错了呀 对不对 你必须确保系统的正确性 稳定性可靠性 所以呢 目前的要求是2022年呢 有一份文件 文件的名字是第79号文件 这份文件当中呢 其实就非常明确的点出了这一点 这个呢 是来自于彭博社的报道 那么要求2027年之前呢 要做好这个所有的系统的替换 我们看到目前的华为的 你比如说麒麟系列的PC端的CPU呢 我想不是CPU 这个操作系统OS 那么在2024年呢 很可能有大动作 这也是我们今年观察 中国科技动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会持续观察 中国基于欧盟的操作系统 那么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推出 基于5纳米CPU的 它的这个桌面操作系统 和完全百分百国产化的电脑 另外呢 我们看到 这就讲 点出的一点就是呢 随着美国加强对中国 获取外部先进技术的限制呢 中国目前这些年当中 我们前面讲的是芯片 汽车芯片 CPU芯片 GPU芯片 存储芯片 对吧 我们讲的这几个东西 那么到这里讲到的核心的大系统的软件 其实呢 都是在强调科技的自立自强 要降低高新技术领域的 对外部的依赖 那么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阿里亚四年前几天 我们看到总理所发布的这个报告呢 很清楚的要发展新制生产力 就是创新高科技 高质量发展 转型发展的这个生产力发展 那么实施科教新国大力培育人才 扩大内需 这几个呢 列为阿里亚四年 中国经济社会科技各方面发展的 三大工作任务 很清楚 对不对 那么新制生产力 说是这五个字 里面包含的内容呢 是非常之多 然后我们再来看 中国最近呢 推出一个政策 就是中国目前在 我如果印象没错 在大概两周前吧 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政策 就是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依旧换新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样一句话 看起来是宏观政策 不知道什么概念 没什么感觉 但是呢 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就中国目前推出了这样一个政策 一定会对中国的高科技发展 它的这个市场的需求 消费层面 带来非常大的规模性的刺激 同时呢 对中国的经济 在这个领域当中呢 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 因为中国今年计划推动 大规模的这些 以旧换新 设备更新 消费品更新等等 那么按照中国发改委 这个主任 在两会期间的表示呢 这个整个的计划 这个能够涉及到 今年的五万亿元的巨大的市场 你想 如果你是一家企业 做类似的 这个产业的这个生意 那么你说 你要不要抓住 这五万亿元人民币的巨大市场呢 在中国很多事情 都可以用规模两个字来解释 比如说 这个外资 为什么说撤离了是个假消息 是一个炒作的新闻的炒作呢 很简单 14亿人口 就这么一句话 对吧 很简单 好几亿的这个中产阶级 你说任何一个稍微有一点报复的企业 好几亿的中产阶级 14亿的人口 你会视而不见吗 中国今年推出的大规模设备更新 消费品更新 以旧换新 这样的顶层的政策安排 涉及五万亿元人民币的巨大的市场规模 你会相信 有任何的企业会对此视而不见吗 绝对不可能 对中国经济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呢 我把话撂在这里 我们到年中 再到年 或者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再来检查看看 是不是如我所说 如我所说 那么好了 这个呢 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中国在推动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的更新 那么这个呢 本身就是以旧换新等等 那么涉及的产业呢 主要是制造业 工业和科技领域的企业和机构 需要大量购买和设备 这个更新的设备和技术 提供很大的这个机会 另外呢 就是激活市场的潜力 提高生活的品质 来促进内需 拉动经济的发展 那么中国的这个巨大的市场规模 本身呢 对于中国本土的制造商 全球的供应链 企业 还有全球的品牌商来说呢 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这里 如果有朋友从事这个行业的话 可以重点的关注 原因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不妨呢 再多说两句话 跟大家呢 解释清楚 大家想想看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发展当中 很多人说 房地产的发展 拉动中国的经济 是不是这样 的确如此 而另外一个层面呢 我们也可以说 房地产包裸万象 如果你买一个房子 通常情况下呢 你会买一个电视 对吧 你会买几个空调 你会买一些锅碗瓢盆 你会买油烟机 洗衣机 什么电风扇 等等 沙发 这些消费餐桌等等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过去的房地产呢 它不仅在推动着 中国的在这个 比如说 这个地产呀 各方面的基建的发展 同时在推动着 基于房地产产生的 非常多的消费的需求 设备的更新 因为你买了新房子 你再去买这些电器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买 三年之前的产品了 或者说大概率不会买 总是希望买 最近刚发布的 或者一两年之内的 新的产品 新的功能 对不对 那么这一次呢 等于说 在中国房地产 整体进入到一个 相对 不像过去那样 快速发展的阶段之后呢 那么 这一次所推动的 涉及五万亿元的 这种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包括消费品的更新呢 其实它的诉求点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拉动内需 促进中国本土的 这种产业的发展 和消费的需求的提升 我想这个 这个呢 是很清楚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这个呢 就是政策支持 来自发改匪的一些说法 市场的机遇 还有可持续发展等等呢 这些呢 就不用多说了 前面呢 我的这个说法当中呢 也基本涵盖了 主要就是一个 制造商和 巨大的这个市场机会 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快速列过 那么对国内 和国际的市场的影响呢 我们简单说一下 我们画面右侧看到一个 中国的和美国的两个拼图呢 放到一起来拼 其实这反映的是 中美两国在很多方面呢 有共同利益 那么这一点 我们能够看到 画面当中 对国内市场的需求 主要体现在 这个对中国工业领域 和制造业领域的发展呢 它提供了产业机会 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这个呢 前面有说有说到 那么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呢 主要就是呢 通过中国的设备制造商 和技术供应商 将借此机会 扩大市场份额 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同时呢 能够强化 中国的本土的市场 和国际的经贸之间的合作 推动国际市场的繁荣发展的同时 来强化中国市场 和国际之间的整合度 我就一句话 大家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美国的品牌商 美国的供应商 美国的这个产品 这个做生意的人 商人 他会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我告诉大家 百分百不可能 就问一件事情 比亚迪苹果手机 你要不要参加 很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就是让各种关系进一步的捆绑在一起 捆绑在一起 你美国不一天到晚脱钩锻炼吗 要不你就让比亚迪 让特斯拉 让苹果手机不要参加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 这一部分的内容 前面呢 所讲解的 关于中国的这个芯片方面 最新的取得的进展 还有呢 最新的这个 所推动的一些政策 所以所推动的一些政策 那么它所带来的一些 这个效果 我们看的看的是非常清楚 那么对中国的整个的产业发展呢 也有非常大的这个促进作用